为什么孙大武最后要抓了研判 因为孙大武自己在河北是有自己的学校的 孙大武不让自己学校的孩子 每周进行升国旗的仪式 不唱国歌 不按照教育部的要求 不让孩子学习习近平新时代的思想 这都属于最严重的政治问题 所以呢就肯定直接抓了 在中国呢 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罪行 现在用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这个法律条款叫什么 叫做非法集资 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法律条款 非法集资 以后我讲这个罪跟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是因为大家不要产生什么错觉 我现在看一些国外中文的新闻媒体 会有些错觉 因为中国的经济速度下行越来越快 那习近平领导的党中央呢 在共同富裕的大逻辑下 要求什么公研法机构 要对下面的商业金融领域 更严格的进行司法监管 除了更多问题要及时抓 宁可错抓 也不能放过 要通过超级严格的司法监督和管控 来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那根据党中央的相关情况呢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举行人民法院依法惩治金融犯罪工作情况及典型案例的发布会 在这个会上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就说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什么 进一步加大乘处各种犯罪的力度 依法从严从重 惩处非法集资操纵 证券和期货市场 内幕交易 洗钱 等金融犯罪 加大资产处罚和执行力度 切实做好 案件审判 财产处置 和维护稳定工作 维稳 最后很重要 确保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这是第一个关键 第二个呢 那就是健全完善司法的什么司法解释体制 一大堆 这是司法解释的事 不念了 很多 第三是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检查金融机构等配合 配合了一大堆 也不念了 重点第一件事 这几个词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个是从严从重 这一定要记住了 那就说未来中国对各种形式犯罪 不光是金融各种形式犯罪的态度 从严从重 这个是什么 这跟习近平的这个 这个大家共同富裕 这是一贯相连的 所以有钱的人都注意了 你们都是被搞死的对象 一定是从严从重 然后第二个很重要 叫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 啥意思 这个是做不到的 在中国记住了 所有司法案件中 这三个体系来讲 永远是政治第一 法律和社会第二 那法律和社会谁更重要呢 就看谁影响的更大 如果社会影响太大 那就社会第二 效果第二 法律效果第三 那影响的小一点呢 就是法律第二 社会第三 但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 所以呢 中国所有的法院法官都是最好的政治家 但是对于法律熟不熟不重要 比如像国内孙大武这个案子中 为什么孙大武最后要抓了研判 因为孙大武自己在河北 是有自己的学校的 孙大武不让自己学校的孩子 每周进行升国旗的仪式 不唱国歌 不按照教育部的要求 不让孩子学习习近平新时代的思想 这都属于最严重的政治问题 所以呢 就肯定直接抓了 抓完了呢 再用法律问题什么往上身上垒 那就是在说的事 但是一旦你在中国政治错误了 那就是大问题 就跟我现在在国外政治错误一样 那在中国国内的疫情期间 你一定记住了啊 疫情期间 为什么所有违反法律事全能做 因为国家动态清零政策是政治需要 听明白了吗 是政治要求 政治要求高于所有的法律 高于所有的社会影响 所以呢 在动态清零的下面 如果你不听话 你就是跟政治要求 国家的党中央的政治要求对抗 那直接就抓了 不用想司法 直接就抓了 所以大家先明白这个 明白这个前提 我跟大家讲一个什么 讲一个非法集资这个事 因为很多朋友都容易涉及到 现在呢 我们看中国有两个多 一个多呢 是各种各样子 采用各种手段骗钱的多 有简单的 就像类似于前段时间的什么一连购 什么卖个手机的 还有什么发个会员的 加个会员卡的 还有更恶劣的 直接就是杀出盘的 到处去骗钱 这个多 这个骗人的多 第二方面呢 是被骗的多 因为经济现在越来越下滑 这个骗钱的这个钱数越来越往下 所以呢 这怎么样呢 就是市场越来越下沉 到下沉市场 现在三百块 五百块也骗 所以呢 那有这个钱数的人越来越多 而不懂的 以前没有涉及到 因为没被骗过 没有涉及到这个领域的人呢 也 大多数 十亿人 十亿人呢 所以呢 这样子的被骗的人也越来越多 那么这种情况遇到以后 我发现目前中国很多人有一个巨大的误区 就是去公安局报案 报案被定性为这个案件叫非法集资 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 真的 巨大误区 我们自己公司成立这么多年 我自己这么多年 那个人打官司 打刑事官司也多了 我起诉对方都有什么 有核动诈骗 有诈骗 有职务侵占 有挪用资金罪 甚至有非国家公务人员行贿或受贿罪等等 非法什么那个虚假注册等等 这什么罪名都可能去公安起诉别人 唯一我从来不用的罪跟大家讲 就是非法集资这个罪去起诉 一定要知道为什么 内行看门到外行看热闹 我跟大家讲的就是 你如果真的被骗了 最正常的手段的去民事官司 民事去起诉他 只要他名下有资产 能够找到资产 通过法院发现有资产 冻结了 执行了 这钱就是你的 相对来讲 在目前中国所有的 看了电子司法体制里 如果你没有超级强大的特权 这是你最容易使 最好使的 一旦涉及到刑事起诉 到刑事了 经济案件 肯定是经贞负责 那一定努力找人 把你这个案子办成 刚才我说的 比如说合同诈骗 如果是个人骗你呢 就是诈骗 对吧 如果是公司涉及到内部呢 可能职务侵占等等 但是一定一定 别用成是非法集资 千万别用这个名字 这为什么不能用成非法集资呢 因为在中国 司法不管是法律条款 司法解释都是这样子的 一旦这个案件 被按照非法集资立案定性了 那么所有给非法集资出资人 全部叫做非法集资行为的参与者 那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说的很清楚 非法集资的参与者的利益 是不受司法保护的 所以这个案子就算是最后破了 案面的剩余资金 在现在已经看出的 看到的司法实践中 都会被作为违法所得 直接上交中央金库 也就是你靠了 你起诉了 人家最后案子破了 人抓了 你除了出口气 啥都拿不回来 你是这个案子的参与者 你不被定性为受害者 听明白了吗 所以呢 你的目的是啥 那你说我就会出口气 啥都不干 那你可以起诉非法集资 但是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如果你的目的是 想把钱拿回来 或多或少拿回钱 我跟大家说真心话 千万别用非法集资去起诉 如果用了这个罪 就是出口气 其他的呢 我们自己那行都叫 超级非理性的行为 当然如果你在中国公典法 去遇见这事的时候 都是为了办事简单 很多都把这个本来很复杂 很累的民事案件 做给你 让你去做了刑事案件 因为按照中国的司法制度 公安是要最后脱底 如果案件的标的 前述超过了犯罪的相关条件 其他都不管 公安必须得管 得立案 数额够得上犯罪的 就得立案侦查 就得立案 所以大家明白了 公安 社会这个国家嘛 都有个脱底 所以当都不管的时候 一定最后他会给你立个案 但是这个事立了案 这事就等于是死了 知道吧 我在十几二年中 总是跟大家说 非法集资就是一个框 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只管装 不管收拾 不管破 这种事做完了 对于公安来讲 他什么损失都没有 大案呢 钱多的呢 破了他只有收益 你屁玩意都没有 就这个事 讲讲我自己亲身的经历 我拿我自己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让大家就全明白了 我呢 其实是被非法集资 搞得很有福气的一个人 对 就因为这件事 加上后来有人跟我说 我呢 就OK了 所以呢 我最终是因为中国国内 政治领域的高层 有人想搞我 我也从过他做非法集资 知道他搞我的心很坚定 所以后来我知道情况以后 我就认出来了 否则我还在国内坚持 我自己做数字经济的想法呢 如果我还坚持做 那我估计现在我已经死得很惨了 真的很惨 包不齐就跟老谢似的 嗝屁了 开个玩笑 真的有可能 那这个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形势 我真的完全有可能认不出来 所以我属于因祸得福了 我是在去年年初 2021年年初被警告 上面的人警告我 你要不听话 集团不归功 你就会被搞 我肯定没在意 我觉得你这么有人 我也有人 法律我又很专业 我做的公司 法律没有漏洞 财务没有漏洞 你想在法律财务上搞我 没有可能 但是呢 我也没想到 5月份 5月初 对方就把我下面的一个子 子公司用非法籍子的名义 在北京市朝阳区经侦立了案了 本来呢 这个子公司跟客户发生的经济 是经济纠纷 完全达不到链标准 而且呢 对于所有当时参与纠纷的客户来说 一定是打经济官司才是最有利的 我说这个话 你别说我杀人诛心啊 我再跟你们讲真正的事实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被骗的人一定要尽心 要学知识的原因 打经济官司才是最合适的 因为集团有钱 集团下面的子公司是集团投资设立的 你但凡按照非法集资名义立了案 只要你立案 所有涉及到的报案人 而且公安还特别坏 让所有愿意的人全去报 多少的一块钱也去报 对 你报完了 你都进公安的系统了 你作为涉案人都有司法记录了 你一分钱又拿不回来 你傻吧 将来只会对你无限多的麻烦 但是因为大家都不懂 都不懂 所以大家去 还去报了个非法集资 知道非法集资问题的 大家可以用一个关键字叫 非法集资受害者 比如说能否拿回资金 该不该报案 这种关键词 非法集资受害者 去互联网上做个检索 里面有无数的司法机构 会告诉你 为什么不让你用非法集资 这个罪名去立案和报案 都告诉你了 好好去互联网上查 查一下就不受这个罪了 而且我的集团和这家子公司 是单纯的投资关系 投资关系 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监事 董事 高管 都和我集团没有交集 更别说牵扯到我个人身上了 所以搞我集团 我还问了一下 朝阳经侦的队长 也通过关系问了一下 知道具体是朝阳分局 哪位领导张的嘴 说的话 做的手脚 当然我自己很清楚 我这个公司账面 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这件事发生 对我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所以就完全没管这个事 什么叫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呢 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了 如果这件事 是我的律师来办 百分之百会让当事人去走民事 因为集团有钱 集团是这家子公司的大股东 集团账面很多钱 走民事案件 基于目前中国司法的实践 最后调节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法院不愿意多事 而且我有钱 我也不愿意找麻烦 所以这些人 涉及到纠纷的人 多多少少是能拿回一些钱的 但是由于这件事被公安立案了 那么所有涉及到经济纠纷的人 都不可能再去法院提交民事诉讼 中国的司法系统民事诉讼不会收的 你在公安都立案了 你做什么民事诉讼啊 所以你所有的民事诉讼 可以在公安刑事诉讼里去要求 那要求个屁啊 你都是非法集资的参与者了 你还哪有权利做民事要求啊 对呀 这坑只要不过哥 忘了一跳 就完了 那这家子公司呢 只要被公安在经济立案 我们自己还没条件去立这个案 别别人一立案 那这家子公司就因祸得福了 踏实了 安静了 任何人都不可能上来闹 任何人都不会再去起诉经济纠纷 所有的人一切都只能等着公安局立案侦查的结果了 那北京市公安对立案侦查案子的处理态度 我跟大家实话实说 除了能看得见的钱 十个亿二十亿以上 这种案件的标的 经贞是没人真的会理你的 没人 你看看每一天都立多少 几十上百个 每一天都立多少案子 没人理你 然后你就算上面找了关系了 很硬的压下来 你记住了几天底下 具体办案的人根本不屌你 对吧 执法成本太高 你涉及不到 他都不屌你 实际利益才是真的 除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或者北京市公安局 挂牌都办的大案要案 就跟唐安山这种案子似的 可能对于金额 这个钱数 大家才没那么敏感 但是钱少的 也没人帮你努力干 那像现在经济纠纷 这点钱数 谁管你呀 所以你们现在都看得见结果 这去年五月份到今年一年多了 对 这个案件在立案之后 直接从经贞就回派出所了 回到基层派出所 让派出所一个民警来管 大家知道派出所是公安局 公安系统最底层的办事机构了 派出所跑个民警 随便来管这案子 为啥人家分局经贞都不收 不看这案子 不管是从这案子的过程 案子的立案情况 立不了你立了 然后案子标的那么少 设的事那么破 对吧 谁管呢 直接打到民警 然后呢 那大家就明白 从我这案子 我举例啊 只要你的案子是当地经贞立了 但是直接给你放到派出所 由民警负责 你就可以回家了 不要去管这个案子 等着你只能被拖死 你在立案地所花的什么旅馆 差旅一切钱都白花 因为办理任何案件 大家记住啊 不管是公安局什么部门 都是要花费这个部门大量的办案经费 办案时间 还有要很多精力要投入进去 那大家想想在现在公安 他是干那些钱多的 容易去破的 不花精力 不花钱的呀 还是破这种案子呀 对啊 你们现在在中国国内 只要智商没问题的人都能想明白 特别是这还是一家子公司的事 不是这个分公司 是子公司的事 这子公司还涉及了很多高科技领域的专业问题 这根本不是底层能搞懂的 也就是这个案件设立到的 不管是司法上的问题 还是科技上的问题 还是财务上的问题 这个派出所 这个民警都需要上面 找无数的专业部门进行配合 实施才能解决 我先说找配合 他也没结果 但是他最起码得要求配合 然后你们回想一下 在中国现在这种案件的高发情况 这些部门对一个基层派出所民警 要求配合的这种申请会什么态度 这个案子的办案效率和结果 大家自己脑补就行了 对 跟大家讲这个案子屁用都没有 这种立案 你们回去问问你们身边熟悉的 一二线城市大城市的律师 全明白了 大城市的 小城市没见识 胡说八道 不管 问问大城市律师 或者去网上 网上咨询 那些公开的律师都行 这个时候这种情况 公安的立案就两个结果 只有两个结果 立案了嘛 公安 第一 就是花力气把案破了 这是立案的第一个结果 第二 就是十年二十年以后就搁着 变成陈年就案 就算是撤案 为了公安局自己的脸面 也得是基本上三五年以后 最少三五年 甚至十年以后 他才能给你撤这个案子 那我再说一遍 立案期间 民事所有的招都没用 你都干不了 这么多年后 黄瓜菜都凉了 然后后来应该是要搞我的人 开始没明白 以为这能给我压力了 我赚专业了呀 这个人估计后来也找专业的人去问了 或者开始找的人就不专业 发现他自己把这个事给整尴尬了 发现自己开始前端使用的手段 把自己给整尴尬了 他没有办法用正常的手段来搞我了 正常的手段已经不行了 因为这个已经用了公安这一例 其他的正常的民事各种东西都用不了了 形势立了 所有民事都用不了了 其他形势也要等这个结束 所以呢 他等于不框没害的 我还帮我扫清楚 我所有子公司 遇见类似这种经济纠纷的这种难题 全扫清楚了 而且我的集团就是投资 没有具体业务 他当年想动手 也只能对此公司动手 牵扯不到集团层面 就更不能牵扯到我个人身上了 对 所有呢 这些参与案件的人 我讲了自己去朝阳的 拍出所做了登记 成为涉案参与者 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民事诉讼权利 这是真实的情况 我跟大家讲 就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表面上呢 一个事情通过刑事离岸 好像能给对方施加更大的压力 但是在专业人里看起来 实际上是保护了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那现在只能等着公安去侦办 这件事情的结果了 其他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 也没意义 最终呢 应该是要舍我这方 现在我不能说名字 关键到最后我可能会说 应该感觉到用中国公权力机构 名正言顺的搞掉我 不可能了 很难了 才动用了国安的内部系统 加上我以前确实嘴很欠 我在国内有大量的骂中国共产党的话 反动的话都被视频登记下来了 录下来还传播了 确实是 所以八月份我国安的发小找到我 告诉有人要用内部机制搞我的时候 我就赶快认出来了 我自己也知道那个我是有漏洞的 做公司做企业一点漏洞没有 这个我也是有漏洞的 所以呢 如果我真觉得公安立案对我有威胁 五月初立案 六月份我就走了 我还等到八月底 看看我八月底才走的 护照在我手里 那么多免签国 我说走就抬头走了 我傻呀等三个多月 对 讲到这儿呢 因为已经立了也不可能撤 我只是用我亲身的案子跟大家讲一个明白 为什么到今天我在国内显现起来全是合法的 因为在公权力机构的体系里 我是没有任何麻烦的 连派出所都没给我打过电话 因为那家公司我连法定代表人都不是在给我打电话干嘛 那家公司所有的行为我都不知道 他连打电话都没打过我 所以我银行卡电话珠宝微信一切全部正常 在法律上我是一个完全清白 而且因为纳税很多良好的中国公民 目前呢很多自媒体平台限制我 是国内自媒体视频流量 一个呢可能有背后有人给这些平台打过招呼 第二个可能是因为很多平台觉得有那么多人说我是骗子 平台为了规避自身的风险才做的 但是大家也看得到只要你转换一下什么封面啊 做个简洁啊变个身啊照样能播 因为公权力机构什么话都没说 国内任何代表法律的任何机构 没有谈我有任何一丁点法律问题 目前我自己面临的真正的问题 其实都是我自己自找的都是我在YouTube上录视频以后自找的 我认出来以后真的发现国外很舒服很自由 终于可以说实话了终于不用办公司了 虽然转过这个班还是很费劲的毕竟十几年的事 但是觉得自己可以找到一个新的自己愿意的生活方式生活了 所以我呢就当时抉择了很久 要不要按这个喜欢的方式生活 那如果说呢我是肯定会得罪中国共产党 说实话那中国共产党的黑料黑幕我该骂的多了去 我短期内就回不去中国了 长期会的以后告诉你原因 就有些秘密的事我现在先不说 所以短期回不去 所以这个决心还是很要下的 也跟国内的一些老哥一些朋友商量很长时间 最后的综合考量的结果我还是开了 所以呢我是去年8月份出来的 直到今年6月份才开了YouTube视频的频道 然后呢这个我其实在YouTube上对于中共的很多事 还是还是这个掂量的说的 除了骂吧他们 所以目前他们也不太敢跟我完全翻脸 翻了脸其实对于双方都太不好了 讲这个不讲了讲远了怕 我只是跟大家讲一讲 通过我的真实事情跟大家讲一讲 一定有空要去网上多找找法律相关的这些问答看一下 不少现在国内的律师专栏给出的答案 特别是一线城市的律师 还是蛮专业的 先看看律所大不大 再看看律师网查一下 人品怎么样 有没有负面消息 如果没有就可以好好地看 未来呢大家在经济越来越下行的过程中 无意识触碰到的司法问题越来越多 自己千万别按照自己的感觉去瞎猜 特别是别瞎做 司法实践办案里面很多结果和大家想象是完全不一样 就拿我刚才讲我自己亲身这件事来说 其实如果是经济纠纷 我哪怕是子公司经济纠纷 如果面临到很多民事诉讼 那会是特别麻烦的事情 光是律师费和这种司法里面的疏通费就是一大笔开销 直接公安立烂 然后一直拖五年十年以后都看不到结果 只要没有车案 所有民事都不能动 其实对我的企业来讲是最棒最好的结果 此外呢非法集资这件事 你在公安 如果真的要找公安做 一定要按什么合同诈骗 或其他的名称去立案 千万不要用非法集资 如果你有损失 否则接下来你将损失的是更多的什么 你的时间 你的精力 你的资金 你的资源 而且最终你一定什么都拿不回来 所以非法集资这真的是个框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考虑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举一反三 融会贯通 我呢很希望国内在不好的情况下 大家还是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谢谢大家听我 今天听我瞎叨叨 谢谢啊 谢谢大家